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门徒是为主而梦想的人 为主来做梦的人 绝书说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异象的人 那神赐给我们的梦想 跟你个人的欲望 跟你的野心是不一样的 神他对我们说话 神会透过梦想或者异象 跟我们说话 所以梦想事实上是神的言语 在神给我们的这个梦想里面 神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 怎么样的继续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那当然神他会借着圣经 他会借着圣灵透过讲道 祷告 就是把他的梦想给我们 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读圣经 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常常听讲道 那常常的祷告 当我们常常操练 我们做这样的属灵的操练 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梦想 神对我们说话 神把他的意象 把他的启示放在我们的里面 当你孕育属神的梦想 当你的里面有神的梦想 有神的带领 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那不管前面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阻碍 一些困难 你都能够凭信心往前 这是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 有这么多伟大神的仆人 他们虽然经过很多的苦难 也有逼迫 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选择 比较舒服的环境 来过自己的人生 可是这些人他们都没有这么做 他们甘愿放下他们的舒服 他们的享受 甚至为主放下他们的梦想 就是把主的梦想 主的意象摆在他们生命的前头 虽然有时候会有拦阻 有困难 可是因为知道那是从主来的 知道那是主的呼召 所以人们就凭信心地勇往直前 这是为什么 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福音 因着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为神摆上 所以福音可以继续不断地往前 更多的传扬在世界各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意象的人 有意象你才知道 你跟随神你到底要做什么 有意象你才知道 当我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 我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你没有意象 你就不知道你怎么样建造一个人 那也许我们跟随神 我们就是一天过一天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有意象的举例来说 就像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有意象的教会 教会的意象讲到 我们要爱神 爱人 爱灵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全心地爱神 用各样的方式 我们要来追求神 要附带家来追求神 可是我们的意象也讲到 我们的教会 要成为一个充满神迹歧视的教会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的意象 所以我们要多祷告 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抓住神的应许 让教会更多神迹发生 当有需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带着一个期待 这是我们的梦想 这是神的应许 有病的 神就要医治他 瞎眼的 他可以得到看见 你为什么可以知道 这件事可以成就 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你的意象 因为这个意象 是神给我们的意象 所以我们知道 神给我们的意象 出于神了 他一定会成就 所以我们只要朝这个目标 继续地祷告 继续地相信 我们可以看见 像圣经说的 那些一切有病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都治好了他们 这就是我们的意象 教会的意象 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所有不健康的因子 我们就要处理掉 对不对 有争执 有批评 有论断 有些不好的 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我们要修剪 透过神的话 来帮助神的儿女 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让他们成为一个健康的儿女 所以他们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门徒 我们也说我们的教会 神给我们的意象 神给我们的梦想 要建立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教会 所以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他们觉得 哇 现在回到家了 也许之前 他们在外面流浪 他们孤独 他们困苦 他们孤单 他们彷徨 他们恐惧 他们无助 可是当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感觉到 在这里有父亲的爱 他们感觉到 这里有一个接纳的力量 他们找到了家 对不对 这个就是意象 神就是带领我们这样 一步一步的 当你有意象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要建立什么教会 你才知道 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 当你有意象的时候 你才有信心知道 这个人他有困难 他有疾病 可是没有问题 耶稣一定可以医好你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医治 这就是我们的意象 耶稣是医治者 耶稣是全能的神 所以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意象 我们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们如果没有意象 我们就觉得信仰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安慰剂而已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你有意象你才会知道 接下来神带领我们这一步 神又带领我们这一步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神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信心 对不对 我就想像现在 神带领我们建立 要也许迈向媒体宣教 我们要透过网路 我们要更多的来宣扬福音 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意象 也许会有一些拦阻 也许会有一些困难 会有一些挑战 可是事实上如果是从神来的 那我们就需要勇敢相信 出于神的 那神就会成就 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你做主的门徒 主一定会给你梦想 一定会给你意象 可是这个意象不是你的野心 如果说这个意象 只是要成就你个人 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们说的意象 我们说的梦想 为主来梦想 那为主来做梦 讲的都是关乎神国的事情 你所做的都是合乎圣经 而且可以更多彰显荣耀的事 让我来说梦想它的重要性 梦想为什么这么重要 意象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梦想跟意象 它会给我们带来盼望 它会给引导我们 给我们一个目标 给我们一个目标 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也是这样 有些公司 有些人他们做业绩 就会被公司就要求他们 哦 今年你的业绩就要达到多少 对不对 这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目标 那他们也需要300万的业绩 他就要很努力地做做做做做 拉生意达到300万 这是他们的目标 当他们达到他们就说 哦 耶 太棒了 没达到他们就会被老板修理 下次可能要尽量做得更好 不然可能就被扣薪水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讲的就是目标 目标会帮推出一个人 你要很积极地去做 那世人是这样 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 当然我们的神不会说 哦 你今天没有带领100个人信耶稣 你就把你放在天堂门口 我们的神当然不是这样 可是神乃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跟随神 你要有目标 因为你有目标 你才会知道你要往哪里走嘛 你才不会 人家今天说要这样 你就那样 人家说要那样 你就那样 你就找不到方向 神喜欢跟我们同工 神喜欢把那个远大的梦想 赐给那些正面积极的人 如果一个人 他是很负面 他是很怕麻烦 他也不积极 他也不主动 我可以跟你保证 神不会把梦想给这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完成嘛 神把这样的梦想 放在一个又怕麻烦 又懒惰的人身上 怎么完成呢 所以我们需要 如果你渴望神把他的梦想给你 你应该挑战你自己 主你要破碎我的懒惰 破碎我那个好像 很怕改变的一个脑袋 我们这个人 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 我们不喜欢改变 我们喜欢就这样子 就很好稳稳的 可是事实上 只有神是不改变的 而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 我们要改变 神要给我们梦想 神给我们梦想 那特别是当我们 我在说 当我们是一个主动积极 愿意回应神梦想的人 这样的人 神会喜欢把他的梦想 把他的启示 告诉我们 因为神知道 告诉你 你会完成 就像我们要叫一个人做事 如果一个人总是叫不动 你会叫他吗 你不会叫他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一个人 你知道我交代给他的事情 他一定会完成 甚至他会更主动积极来问 还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听众姐妹我相信神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为神做这个事 我们可以问神 神接下来你要我做什么 我们不是觉得 就这样子安安稳稳的 我们就这样 以后预备自己去见主 不 梦想好像我们人生的指南针一样 所以我们 当耶稣在我们里面 神把梦想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清楚的目标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你看亚伯拉罕 那一天 神突然跟他说 他说你啊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在这里你就发现 耶稣神啊 神告诉呼召亚伯拉罕 他就给他一个目标 他就给他一个梦想 他就给他一个意象 他给他的意象是什么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的本族富家 看起来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一个很丰盛 他的富家 他所住的地方 那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可是神说你要离开这里 因为我要为你预备 一个新的地方 是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 然后主接着说什么 神说 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会成为大国 我要赐福给你 然后你要叫别人得福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当祂告诉你一个梦想 祂把一个梦想给你的时候 祂把一个启示给你的时候 祂不是让你好像悲哩哩 你都不知道做什么 只是凭着感觉 很抽象 好像很梦幻 我觉得我们的神 祂就不是很梦幻 我们的神祂很实际 所以当祂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这个 第二个要做那个 然后祂把他的未来 告诉他会这样 如果你这样做 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梦想很重要 当神把梦想给我们 我们才会找到目标 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 你才能够向着标杆直跑 如果你没有目标 你怎么跑呢 有的人就东跑跑西跑跑 听说这里有一个某某仙子 就往这里去 听说那里有某某使徒 就往哪里去 听说那里很多的医治 就往那里去 我在说这些都不是不好的 而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信仰的旅程 我们就是跑跑跑跑跑 可是我们找不到方向 我们觉得每一次参加一个追求 每一次有一个聚会 我们都觉得 哇 很丰盛很丰盛 很棒很棒很棒 很多领受 然后呢 到底神在你生命中 神要你做什么 你领受好多神的恩膏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是神的门徒 神拣选你成为祂的门徒 我们做神的门徒 我们不是领受一堆恩膏 然后呢 上山的目的 是为了下山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膏模 有很棒的一些神的仆人出现 是有的时候帮助我们充电很好 可是问题是 然后呢 你一定要知道 有的人 他们以聚会为乐 东跑西跑的 可是事实上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件事 我们做门徒 我们如果没有目标 我们就是这样 东看西看 东看西看 然后我们找不到 我们觉得每个都好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神到底要我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先确立 要确立一个目标 神 你要把 这就是我们说的 每一次我们参加一个聚会 或者每一次 我们要做一个服事 我们都要问神 在这个服事里面 神你要我达到什么 你期待 你要我做什么 或者在这个事工当中 神你希望 你希望可以成就什么 这个事工当中 主你的旨意是什么 那这样子你才会 可以有一个 很清楚的目标 你才能够继续地往前 那孕育梦想 有一个意象 是神的旨意 这里讲到孕育 讲的就是一个过程 就像妈妈生孩子怀孕 是个过程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神给我们一个梦想 可是他可能不会 立刻成就 可能有的梦想 当他还在孕育的过程 他看不到 一个母亲 宝宝在他的里面 所以他还没有生出来 可是你不能说没有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正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他正在被孕育 他正在被养育着 所以神会给我们梦想 所以如果你要想 你怎么孕育 你知道一个孕妇 他要怎么样孕育肚子里的孩子 他要小心吃 不要吃海鲜 海鲜很容易 让小孩子过敏 他要好好的睡 然后很留意 特别是前三个月要很小心 因为小孩子 万一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流产 所以他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孕育神的梦想也是这样 神给你一个梦想 如果你没有在 一开始 你很小心地保护那个梦想 很快的声音上说 飞鸟来就把它叼走了 叼走你就没有梦想了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想好多 主要为你做这个 主要为你做那个 可是我们醒过来 或者过一个月 我们突然觉得 我不行我想太多了 我真的想太多了 其实那个神是为别人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保护神给我们的梦想 那你说我怎么样孕育神给我的梦想 因为特别这个梦想 当我知道它是来自于神 但是你要相信 每次你孕育 就讲你吃什么 你用什么喂养那个梦想 你要相信 也许主给你一个梦想是 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个辅导 你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 或者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怎么样可以建造这些百姓 你要相信 你可以开始孕育那个梦想是 我可以做 对 我可以做 做做看 主说我要在公司里面 我要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我要来牧养他们 那也许我可以从公司开始 也许两个人三个人 我们中午一起吃饭 然后开始小组 然后开始关心他们的需要 然后开始也许我们 读一点神的话 慢慢慢慢的 那也许就带领他们 来到教会 更多的认识神 然后他们被神得罩了 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 然后再继续在公司里面 本来是三个人 现在三个人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变六个人 六个人变十二个人 真的 按照神给你的梦想 这个公司带来一个转化 职场的转化就这样发生 因为有一个人 他领受神的梦想 然后他开始付出行动 他没有觉得说 哎呀 这个 在得着职场真的太难了 中午跟他们吃饭 每一天吃饭 好像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而且这样很尴尬 在公司里面 讲八卦 讲是非都很容易 突然要讲神的话 或者我也不是传到人 我怎么会分享神的话呢 这样太尴尬了 还是不要吧 就是有步道会的时候 带他们来走一下就好了 你的梦想就没有了 可能神本来是透过你 神要兴起你 成为神手中宝贵的器皿 可是因为你觉得 太麻烦了 太多人都是因为觉得太麻烦 所以很多神给我们 很多的梦想 都没有被成就 因为我们觉得太麻烦了 我们觉得那不可能 让别人来做吧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好像孕育神给你的梦想 对不起没 有的时候孕育是个过程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不像 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可是你要小心保护 神给你的梦想 我想到 我16岁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已经重生 我有个梦想 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传道人 可是问题是 我不知道传道人在做什么 我以为那时候传道人 只要爱耶稣就好 每天亲近神就好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每天亲近神 好像在地若天 像天堂一样的生活 特别是我们喜安堂 更多的我们所强调 我们所追求 就是耶稣 唯独耶稣 不建议人直见耶稣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梦想 可是当然你知道不是吗 传道人不是只是 每天你就踩在那里 就在那里坐着 传道人很多事要做 那我就要留意 怎么样孕育那个梦想 所以我要开始留意 传道人在做什么 他们怎么探访 我看好像每个传道人都要会弹琴 那自己就赶快来练琴 赶快去学习 他们怎么探访 他们怎么说话 他们怎么行事 他们怎么服事 这个就是孕育的过程 当神给你一个梦想 你不是只是想 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教授 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教授 如果你不好好读书 你不好好考研究所 或者你不好好地学习 你怎么要做一个教授呢 你不好好地努力 写出很多论文 你怎么成为一个教授呢 有的时候做梦比较快 可是要完成很慢 所以听听听听 但是我讲的是 如果出于神 从神来的梦想 有时候刚开始我们都觉得 那就不太可能 梦想就是看起来不太可能 叫梦想嘛 哦 梦想 我种乐透 不太可能嘛 这样 所以我们说是梦想 可是从神来的梦想不是这样 从神来的梦想 出于神的 它是可能会成就的 主说那个信心 一开始像芥菜种 可是他一发的时候 哇 那个是很可观 又像五丙二鱼 人看着不可能 可是五丙二鱼 喂饱了多少人啊 对不对 而且都还有圣啊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要怀疑 好像神给你的梦想 有时候你 你太快地否定 你觉得我不可能 我不行 换别人 再等两年 以后再说 你就等到四五十岁 六七十岁 你会发现 你仍然一事无成 可能神本来 简选你成为 他的A计划 可是你有太多的借口 你有太多的推迟 你有太多其他的梦想 你觉得 等我完成这件事 我再来服侍神 你怎么知道 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你就能服侍神呢 你怎么知道 你的未来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 知道我们的明天 是什么 事情上说 我们的生命 就像云雾一样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不在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把握今天 特别留意 我再说 刚刚一开始 我们提到 梦想 在你读经 在你祷告 在你听讲道 在你追求神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在那时刻 神把梦想给你 你不要轻忽 就觉得 我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 而是要带着 孕育那个梦想 主我可以的 我孕育试试看 如果主你要我这样做 那我要试试看 那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呢 对不对 也许有的人梦想 主啊 我要为你谈情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可能就需要 开始去摸情啊 摸一摸 看一看那个乐谱啊 去看一看 人家怎么样来庆拜 人家怎么样来谈情 谈情应该从 从哪里开始 可以从哪里开始入门 一步一步地走 如果主给你一个梦想 你要起来 教导这世代的儿童 那可能主要我做一个 足以学的老师 那我就要开始学习 我怎么样爱小孩 我开始要留意 小孩子的语言是什么 我要开始学习陪他们玩 我不要觉得他们很烦 那我开始学习爱他们 我要开始了解 那我怎么样把圣经的故事 转化成他们的语言 这个圣经的故事 对他们来讲 有什么意义 他们可以怎么样学习 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然后呢 你还可以更积极 告诉教会 我可以参与 我可以学习 做一个主学老师 也许我可以从一个帮手开始做 因为我们不肯立刻 我们成为一个老师 可是我们愿意从帮手开始做 在旁边 我们招呼小孩子 带他们去上厕所 陪他们收玩具 然后吵架的时候 把他们拨开 就是在旁边这样 看别的老师在怎么做 他们怎么样教导孩子 然后慢慢慢慢的 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主学老师 对不起没 那这个梦想 他就会成就在你里面 就不是一个空话 觉得 好像有一天主告诉你 你要成为一个主学老师 你如果每天一直想 我会成为主学老师 我会成为主学老师 你不会成为一个主学老师 除非是你开始 往前 试试看 我可以做什么 如果说 神给你一个梦想 你孕育 就像一个人妇人 他已经怀孕了 他就要开始孕育 他不能只想到 我喜欢吃咸酥鸡 我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吃那个 我就喜欢游泳 我就喜欢跑步 他为了这个小孩 他就需要静止很多 他过去喜欢做 他喜欢吃了 他都不能吃 这个叫做孕育 所以当神把一个梦想 给你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只是 为你自己而言 我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听神里的话 我喜欢那样 我感觉那样子比较舒服 而是主 为了完成你的梦想 如果这个梦想是你给我的 那主 我可以怎么做 有一些东西 我可能需要牺牲 可是为了完成神的梦想 主 我觉得我需要牺牲 所以你知道 梦想是带领我们 超越环境 放眼未来 也就是说 神要带领我们 人没有梦想 就会安于现状 当你没有一个目标 好 你每一天就说 我就是上班啊 上班之后就等下班 下班之后就等晚上 而且看个剧啊 或者运动一下啊 或者吃个闲书鸡啊 我们就睡觉 然后就等第二天再上班 好 然后最快乐就等 小周末 然后就礼拜六 礼拜七 最讨厌就礼拜一又要上班 好 每一天生活就是这样 感觉有人觉得生活好无聊哦 你服侍主就不会无聊啊 每一天充满了很热闹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跟人接触 我们是在服侍人 我们是在服侍这世代 好 那所以呢 你 如果说一个人 他没有梦想 他就每一天 这样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他也不愿意改变 他就说 我不喜欢改变 我喜欢这样子就好 所以他对未来 有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 唯一的计划 就是也许像别人一样 年龄到了 我就结婚 结了婚 也许差不多就应该生孩子 然后就养孩子 然后继续 做牛做马 就一辈子 可是问题是 这不是神给我们的人生 神给我们的人生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人生 是充满了梦想 而且神为什么要给你梦想 因为 他 当你有梦想 你才能够有 克服难关的力量 怎么说 对不对 你知道 当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 这个梦想 是神要我做的 你可能 有一个梦想 在前面 可是你可能会有困难 对不对 梦想没有困难的话 就很容易做 何必叫梦想 梦想我们不是说 都是要来追求的吗 都是要来努力的 可是问题是 从神来的 如果说 当这个梦想 是从神来的 你知道虽然环境 有时候 好像环境都不为你效力 可是你就会有一个信心 知道 神会帮助我 神会赐给我力量 就像耶利米书29章 这里说什么呢 主提到说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讲到说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梦想 一定会完成 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 神会给我平安 看起来前面有大三 有小三 可是神 你会给我力量 来完成我的梦想 主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也就是说 会忧虑嘛 当你没有办法 完成你的梦想 当你觉得 主 这个梦想真的太大了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觉得有点困难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这怎么做得到呢 可是当我们来依靠神 主啊 你给我力量 你给我创意 你给我那个想法 或者说 神你给我建立那个关系 给我开这个门 主 你既然要我 做校园的宣教士 那主 你给我开这个门 让我可以进得去 神你给我 也许有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 或者神你也许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可以怎么样 进到校园 很困难 现在进校园传福音 谈何容易 很多的规矩 很多的要求 可是神啊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们这样祷告神 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 那而且呢 神会把那些创意 神会为我们开传道的门 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这样子 你就会有个目标 你就会虽然觉得有困难 可是你不害怕 因为圣经上说 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当我们说 这个梦想是从神来的 那你就知道说 是神让我这样子想 目的就是要成就祂的美意 我刚刚一开始我提到 关于神的梦想 跟你个人的野心 都没有关系 我们讲的是 就是神的梦想 就是当你为主做梦 当你愿意为神而活 为神跨出那舒适区 神会把祂的意向 把祂的启示 更多地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更深地与神连结 你会发现 神的梦想透过你 祂就完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梦想看起来很难 很不可思议 可是只要我们愿意 出于神的 祂一定会成就 所以要怎么样孕育梦想 有几个原则 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第一个 你要仰望 有一个仰望的法则在那里 声音上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要爱神 当你爱神 那你就可以孕育梦想 对不起 我们越靠近神 我们越爱神 你会发现 你很爱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容易顺服神 你因为爱神的缘故 你很容易去跟你先生道歉 你因为爱神的缘故 你比过往更有耐心的 对待你的孩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 爱很重要 当我们更多爱神的时候 那我们有信心知道 像这里说的 神会为我们预备 那个奇妙的事 虽然是眼睛看不到 或者耳朵 我们人心也没有想到的 耳朵也听不到的 可是我们就是相信 立刻无则做到了 你看他就是爱神 他曾经也很讨厌自己的生命 可是因为爱神 他也没有想到 他会成为一个 四处到世界各地 寻回演讲的人 把神的爱 把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怎么样的 帮助我们从软弱中 胜过困境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到处传扬 而且神为爱他人所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他没有想到 他有天他这样会结婚 娶一个不错的太太 还会有三个孩子 其中有一对是双胞胎 这个比一般人都还厉害 现在少子的话 生孩子很困难的 特别是立刻无则 他是一个 几乎没有四肢的人 可是你看 因为爱神 因为愿意为神而活 神加在他身上的恩典力量 你看就充满 因着他的见证 感动了无数的人 像这样的人都还可以活 我们有什么是不能活的 就是你知道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当你凭着信心 立刻胡则成功的原因 就在 因为他相信 当他相信 而且他把他的生命 交给神的时候 他所求的神给他 他所没有求的 我觉得神也给他 就是我们要这样子 当我们来爱神 而且凭着信心来期待 这个梦想 你所神给你的这个梦想 他一定会成就 我刚刚提到 一直强调这件事 我们讲的这个梦想 真的不是跟你的野心有关 有的人觉得说 我要为主去 去这个演艺界 要来传福音 所以我要做一个明星 主啊 你要帮助我 做一个明星 这是一个梦想 可能是 可能是神真的把这个梦想 放在你的里面 可是也有可能 这是你的野心 你只是想 你本来就想做一个 艺人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只是你觉得 哦 用这个方法 我不要说你利用神 可是确实有的人 用错误的方法 他们这样子来宣扬 祝好 我要为你 我要去到演艺界 我要为你传扬福音 可是真的有机会进去了 一句话都不讲了 为什么 讲了可能会被排斥 人们会觉得你很奇怪 他就发现 哦 演艺界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所以要开始留意 怎么样建造自己的人脉 都是这样子的 就这边你要留意 当然我在说 如果真的 神兴起你 哦 有这样的梦想 你知道是神 让我这样子做 我相信神也会成就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有的时候 人的心 你要自己要分辨 你要很清楚地在神的面前 你仰望神要确定你自己 这个动机是出于神了 还是我自己的野心 那这个出于神了 我再说用信心 神会帮助你梦想成真 仰望神这是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当你选择一个目标 你要集中心力来达成 当然我刚刚提到说 你要继续地仰望 你仰望神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 你就会懂得 放弃那个不重要的事 就会帮助你更专注 当你一直仰望一个东西 你就不会去看旁边的东西 你知道这叫做仰望 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有人说专注力 对不对 当你一直注意这个 一直仰望神 好 仰望神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同时我又仰望神 我又一直注意旁边 发生这个 发生那个 我喜欢这个 主说你不能又爱神 又爱马门 讲的是你要全心全意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主啊 我要知道你的旨意 好 那你就有的时候 当你全心的仰望神 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因为你很专注 所以有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仰望 你不能同时做这又做那 你才能够为主放弃 那个不重要的事 因为你一直仰望神 这个很重要 你就会发现 很多其他 那个是不重要的 可是当你三心二意 又看神 又看这个 看来看去 你就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放不下 所以我们说仰望神的时候 乃是讲到 为什么我们常说 我们要等候神 等候神就是仰望神 也就是说 你要学习放下你的感觉 放下你的情绪 你要放下你的思想 那个思想常常很飘来飘去 你要学习 把这个飘荡的心思 要专注 要把它收回来 告诉主 主啊 我要相信你 主啊 我要求你对我的心说话 主你帮助我专心 帮助我那个 把我这个游离的心思 再把它拉回来 哦 主我爱你 用各样的方法 帮助你的心思 可以更专注 那 因为梦想 除了你要仰望 要使用仰望的法则 另外你要具体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里所想的 你心上说 你心里所存的善念 就发出善来 如果你心中所存的是恶念 就会发出恶来 也就是说 你要常常思想那些 好的 那些良善的 那些有意义的 就是说 当我们要 就是如果我们里面 常常想那些良善的 你比较容易出来的东西 或者说你从神领受的 比较是这样子 充满了良善 美好 慈爱 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 我们心里想什么 我们心里想 如果你心里常常想的 我讨厌人 我讨厌这个 我讨厌那个 我不想听那个 我不想那个 你每次都想 有人看不起我 或者说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骄傲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 可以打过别人 如果你心里永远都是 这些黑暗的 那我再说 你不容易孕育出 神的梦想 因为当神想跟你说 一点什么时候 你里面正充满了 很多的负面 很多的声音 吵来吵去的 我真的相信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当我们更清新的 仰望神 你更专注在神的面前 你清新的 仰望神的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很容易 把他的启示 把他的话语 放在你的里面 你就知道 这是从神来的 所以为了孕育 具体的梦想 我们就是要专注 要非常的专注 就像创世纪 十五章那边 告诉我们的 他提到 那一天 你记得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老了 那个时候 神说要给他一个儿子 可是等了这么多年 都还没有 所以他就想 可能当时神讲的是 那个以时玛丽 那个以时玛丽 那个 我的另外一个侍女 为我生的 那个 可能才要成为 就是我的儿子 那神就跟他说 不是 你本身生的 才是你的后世 就是你的原配 生的 那个才是你的后世 所以神就带领他到外边 说你看星星 向天这个观看 看天 然后呢 数星星 看能不能数得过来 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 意思是 你的后裔数不完的 是从你而生的 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 好像神要提醒亚伯拉罕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忘记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讲说你从你而生 就是 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吗 怎么为什么 现在你会觉得说 以时玛丽 可能是你的儿子 可能是神所应许的呢 也许经过了好多年啊 那亚伯拉罕一直看自己 看他太太 越看就越 越惨 就觉得我们 怎么看都不像会生的 然后呢 觉得时间过这么久了 那或许应该是 家中也没什么出产 也只有以时玛丽 或许就是他 应该就是他 神的应许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们 想到神的应许 就是 应兜在一起 自己打 这样子 那就觉得 这样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 有印证 好像就是这个那样 可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专注 再回到起初 神对你的呼召 神对你说的话 继续地仰望神 仰望神 那这样子 这样子你才不会分心 才不会走岔路 如果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他走岔路 他就觉得 就是以时玛丽了 就是以时玛丽 那可能会错过神的旨意 当然也许神的旨意 还会用别的方式来呈现 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 神在这教导 他一个生命的功课 你不要分心 你为什么开始怀疑 神的旨意 因为你开始看别的 一直一直看你自己 所以你就觉得 神的旨意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那样 不要看自己 不要看环境 那就是要不断地专注 在神的面前 让神的旨意 可以成就 另外 那神的旨意 要成就 讲的 我们要使用的 怎么样孕育 这个梦想的原则 讲的是你要承认 要承认 也就是说梦想 虽然看不见 可是借着你口里的承认 就会越来越明确 所以你要用祷告 向神描绘你心中的梦想 神就会来帮助我们 在诗篇八十一篇 神的话 提醒我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那你要大 神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也就是说 我们求告神 神是把我们从埃及 从困苦之地 把我们给拯救出来 神那个时候都顾念我们 那么困苦 对不对 我们受法老的欺压 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 可是神怎么样的眷顾我们 神怎么样拯救我们 你忘记了吗 所以要大大张口 再次的像 当年你们在埃及 在困难的时候 怎么样的呼求我 我会充满你 有的时候我们 经过了一些困难的日子 我们在一个平安的阶段 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 神的恩典 我们忘记了 当我们又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 神会用他的方式 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说 你要孕育那个梦想 讲的是 怎么承认 你要开口说 主啊 大大的说 开口 有时候需要大声 我相信 比方在教会 相信主啊 教会要充满 私上的灵魂 我们相信 每一个椅子都要坐满 主啊 我相信神迹要发生 我相信我的孩子 他会回头 他会回到天父的家 他不会继续在外面流浪 我相信这件事情 要这样子成就 这个就是你要大大张口 你要用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是我们用嘴来承认 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事实上 我们很像 就是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的阶段 我们的习惯 遇到困难 我们就是抱怨 抱怨这个 没冲没算 我们抱怨领袖 干嘛把我们从埃及地 好像带到这里 我们都快死了 有时候我们忘记 我们不晓得 当我们的梦想 当我们梦想遇到瓶颈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抱怨 都是谁介绍我 去做这个事情的 都是 我早就说我不适合做一个辅导 你看 这个牧养的人越牧越少 就不信 有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 我们忘记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来呼求神 神祢给我更多的爱心 祢给我创意 祢给我信心 我要去发单张 一张单张就一个灵魂 祢祢给我这样的勇气 我每一天 我都要祷告 我要为着我的学生 为着我小组 弟兄姐妹 能够成长 我每天祷告一个小时 好付代价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很正面积极 可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人不是这样 我们的习惯不是这样 所以主 我们的神 祂常常 告诉我们 用历史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不要这样子做 当我们愿意常常承认 宣告神给我们的梦想 意象 这是一定会达成的 你不要觉得说 对啊 主 祢是说这个有病的 都可以得到医治 对啊 来到你面前的病都医好 但是你还在 可是现在你不在 那个牧师 跟我不够懒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信心就软弱 可弟兄姐妹 不要这样想 我们要相信 主啊 主日今日直到永远 你没有改变 我就是相信 我的小组充满神机启示 主我们所有病痛 因着你 都要得到医治 这个就是承认 当你继续不断这样讲 那个信心的灵就一直充满 一直充满 可是同样 你一直讲那个负面的话 你就一直被那个负面的灵 充满充满 你一直宣告 你不会得医治 那就不会得医治 可当你一直想 你改变 改一个角度 不断地仰望神 这个梦想 神医治我们的梦想 教会充满神机启示的梦想 教会充满 师上灵魂的梦想 祂就会成就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口 来承认神的作为 另外当然 怎么样孕育 神给我们的这个梦想的 第四个法则讲的 你不要放弃 我刚刚提到很多人 神给他们很多梦想 梦想在你的祷告 在你读经 在你敬拜 在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的梦想 神的想法 意象 就进到我们里面 神告诉我们 你要做这个 你可以成为这个 可是为什么 都没有 因为你放弃了 本来你是 神拣选你成为 他的A计划 你放弃了 很多时候 神在我们生命中 有他美好的计划 跟安排 可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私欲 都使我们 没有办法 踏上神的道路 对不起没 即使困难重重 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 你还是要相信 耶稣可以的 耶稣可以 如果耶稣都不可以的 那我就不晓得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继续走这个人生的路 可是重点 事实 真理 告诉我们 耶稣可以的 耶稣可以的 所以你看腓立比书 一章六节说 这里说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也就是说 神 祂把这个梦想给你 神会成全 神会把那个力量 那个恩典 那个能力给你 所以你不要 不要太灰心 不要那么快放弃 你总要试试看 当你愿意试试看的时候 你才会经历到 神真的成就 祂的意向 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成就梦想的阶段 讲到说 我们要孕育属神的梦想 为了孕育属神的梦想 弟兄姐妹 你要先放下 你自己的私欲 梦想 我们讲的梦想 不是个人的野心 不是要显扬 我们自己的名声 而是 因为这是神的梦想 主是你的愿景 你把这个梦想 这个意向 放在我里面 你要透过我来完成 虽然我觉得我不可能 可是神啊 因为既然是你 放在我里面 你相信我 所以主 我可以靠着 你给我的信心 来超越这个极限 来完成神的梦想 兄姐妹 属于神的梦想 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 虽然不见得会 一次到位 立刻成就 就像约瑟 那么年少的时候 神给他一个梦想 他要在一个高位 他要成为世界的祝福 可是问题是 所有的都要拜他 星星月亮 那些都要拜他 但是问题是 他根本 小孩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他只是觉得 好像有一天 他会很厉害 很伟大这样 可是 他不是立刻 神要怎么样 让这个梦想 可以成就 这个意向可以成就 神不断地破碎他 不断破碎他 他需要经过 被害 被卖 被遗忘 在坐牢的日子 在这样的一个困苦 破碎当中 他需要 倚靠神的同在 神我相信 你与我同在 所以这是圣经里面 每一次论到约瑟 都不断地讲 神与他同在 在监牢的日子 神与他同在 那在 在这些波提法的手下 神与他同在 他就凡事很同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 对不起 我们要相信神 他继续地孕育 属神的梦想 不要放弃 可是另外 你要聆听神的声音 就是说 当我们要更多的 就是说 你要聆听神的声音 你才能够明白 神的引导 让这个梦想 可以更多的 具体在你的里面 有的时候 主说我的羊 认得我的声音 为了要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需要耐心等候 我们需要耐心等候神 所以你要常常追求主 你才会清楚知道 神的旨意 不然你可能会误听 很多人错误地听神的声音 你听到的都是 你自己所期待的 你不相信别人听到的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 人家听得跟你想得都不一样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 神喜欢跟我们说话 神喜欢引导我们 可是当你的心很乱的时候 当你的心充满了 这些很多世界的垃圾的时候 或者这个声音 那个声音 你不会听见神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说 你要常常追求神 让神的清新 更多地在你的里面 所以我们只有当你 更多地 因为要完成神的意象 神给我们的意象 有时候神会引导 在过程 神会引导我们 那你要怎么样 可以正确地 走在神的引导当中 就是你要正确地 听见神的声音 才知道 我现在要做这个 我现在要做那个 这个事情也许神不要我去碰 那我们才能够 因为这样 有的该舍弃 或者有的 我们就知道 神会给我们力量 来突破这个艰难 我们就继续地往前 可是如果说 我们自己 不是这样清楚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很可能 在这一关 因为你错误地 聆听神的声音 你就走错了 就下一步 也不会是正确的 那当然属神的 这个梦想 我们需要用圣经来验证 属神的梦想 不会偏离圣经的真理 如果你的梦想 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你就要立刻放弃 比方有人梦想说 我要开一间酒店 那这不会是从神来的 有人说我要成为 天下第一大赌王 这也不会从神来的 有人说我要开 全台最多的 连锁的夜店 这也不会是从神来的 你可以明白 这种就可以立刻放下 就不用想那么多 也不用请牧者为你祝福 因为没有祝福的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圣经的印证 你不用觉得 可是那是神给我的意象 那基本上 我想那是我们个人的野心 我们需要能够这样来分辨 当然你需要寻求环境的印证 梦想如果是从神来的 神会在环境上给我们印证 有的时候 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太快乐 太冲动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看了很多 听了很多 我们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因为别人成功了 我这样做我也会成功 我也想要追逐这个 可是别人成功是别人的事 可能这个梦想跟你没有关系 可能神在你身上 有另外的旨意跟安排跟计划 可是有时候我们太快乐 我们不想要寻求环境的印证 你知道环境的印证 对我们来讲很麻烦 为什么 环境的印证 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要有神的平安 有时候也许还要有一些 别人的话语的印证 引导环境的印证 很多东西 我们就觉得 结果不可能 我们就觉得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那太慢了 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来比较快 很危险 因为你可能走一走 过两年 你又走另外一个路 因为这个梦想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情况我在说 有的时候 虽然完成梦想的过程 会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神要我们 抓住这样的一个确信 有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 破釜成终的一个想法 有时候神真的会给我们 一个梦想是从神来 有时候会有一些 困难跟挑战 可是你就不要担心 你就是要寻求印证 有的人 现在的人 有的时候太快了 谈一个感情 两天就可以清楚知道 是神的旨意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到最后 你会哭死 为什么 因为发现 谈得快也散得快 有时候 我们需要 所以有时候 我们说寻求印证 跟随主 有时候不容易 可是你一步一步的 我觉得对我们 会是一个祝福 你宁可 你宁可过度的小心 你也不要在 自己的一个想法当中 我就一定要这样子做 最后我做这个见证 我就要结束 今天在这一课的信息 我讲到关于寻求印证 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我们人生旅程 不管是你的婚姻 是你的服事 都是需要寻求印证 而不是在我们个人的冲动喜好当中 我们随便来做一个决定 我就想到很多年前 那天当我心里有一个感觉 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主好像要带领我 进到一个新的装备 当然那个时间点 其实不是最好的时间点 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事情 那可是我需要去到新加坡 受一个训练这样子 那是专门为着牧者 来受训的一个神学课程 可是从当时的环境 我刚刚讲不太可能 可是我就需要寻求神的印证 第一个 当然就是审核要过嘛 对不对 然后考试啊 那希望能够有奖学经 然后我希望有神的话 所以我里面觉得 神有这样的带领 可是我仍然觉得要小心 那不要是我自己的喜好 这样子就不好 所以后来 这个事情大概是在 我有这样的感动 大概是在八月 可是同年的十一月左右 我参加一个聚会 在那个聚会当中 有一个牧者 他有先知性的服饰 当然他为很多人服饰 那他也不知道我的需要 可是他就为我祷告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 过去我曾经受过一些装备 神觉得很好 可是明年 神要带领我 进入到另外一个 新的装备里面 我顿时我就知道 每一个 不管是每一个印证 每一个印证 每一个印证 都有神来带领 我就知道 是出于神的 那神也很顺利地 帮助我就完成了 这些选业各方面 所以当时我讲了 这是其一 在我们的服饰上 我们可能要寻求神的带领 很多服饰也是啊 不要说这么大的事情 你选一个诗歌 今天晚上有个聚会 你选一个诗歌 你是在自己的喜欢 我选这个歌我就选这个 还是仰望神 神今天晚上 你要我们唱什么呢 我们就寻求神 寻求神的旨意 那听起来 当我们愿意这样 在每一件事上 我们都这样操练 你知道你很容易 抓住神的意象 神的意象有大的 大的愿景 大的梦想 可是有的时候 神的意象 常常有从小的开始 对不对 小的开始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 愿意的心 而且我们很正确的 在每一件事上 在小事上 我们就寻求神的旨意 你可以放心 当大事 或一个很大的需要 临到你的时候 一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 你也会稳稳地 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所以今天我的课程 特别要讲到 关于我们做门徒 需要为主来做梦 我们要做一个 有意象的门徒 让神透过我们 在这末后的世代 让神的旨意 可以被成就 神祝福大家